注意看迷你世界中的星云闪梦贝克 他和诺莉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一起来到了迷你世界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贝克在迷你世界中 还有一个被官方隐藏的好朋友 你们难道不好奇 他的第二个好朋友是谁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 也非常喜欢星云闪梦贝克 那么请为他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贝克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星星的小男孩 他把星星带在了自己的头上 并且官方大大也说了 他要把星星画起来藏在梦中 并且在他的身上也散发着星星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他的背后居然背的也是星星 所以说贝克的好朋友 他肯定也喜欢星星 那么贝克被官方大大隐藏起来的 第二个好朋友是谁 我和学姐发现 这个好朋友其实就是玛丽露 玛丽露他非常喜欢星星 哎呦我去 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 喜欢玛丽露的小伙伴 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玛丽露他是有一棵圣诞树的 并且他在圣诞树上 就给自己挂了一颗星星 还是一颗会飞的星星 并且官方大大也说了 在玛丽露的身上 飘散着就是金色的星星 所以说玛丽露 其实就是被官方大大隐藏起来的 贝克的第二个好朋友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